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阿伟 我是燕子 我们现在又来到这个房车继续清理 啊 今天呢 打扫 对 那现在我们把这个里面呢 已经打扫的干干净净的哈 我们捡到了一个房车 这个房车呢 它是拓展房车啊 然后我们今天呢 准备把这个拓展房车把它拓出来 和燕子睡的是这张床嘛 上下铺啊 上下铺呢 等会呢 要把这个拓出去 对 今天就干这个事情啊 把这个拓出去 还有就是把这个窗户 把它封起来 窗户不要让它下雨下进来 晚上呢 也不会冷 是这样的哈 下面呢 还有一个小阳台 拓出来这个阳台 很大的一个阳台啊 上面可以做饭 喝茶呀 跳舞都可以的 在这个底下 等会呢 我们把它拉出来 这样子 好 我们现在开始 干活 现在呢 要用上那个小多车上的一个脚盘 把那个舞台把它拉出来 我们现在开始呢 把它那个脚盘 给它装上去 跳上去 这准点 我手牌就跟你这样啊 他怎么要打子以后 干它开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 好 这个不危险 你带个安全帽干吗 哈哈哈 带这 这个 我拆了 这个地方刚好吗 把帽子戴上才能吃 就对了嘛 别动啊 别动 帽子大了 照一张 来来 走走 倒 好好好 再往前开一点 人人拉不出来 脚板应该能拉出来 应该是 来再放 好 轻轻的就出来了 来 压上去 就不会把弹出来了 来 好 百万块过来 哇 出来了 哇塞 这舞台好干净啊 这舞台 哈哈哈哈 出来了吧 窗户啊 出来了出来了 哇 真大现在 我进去看一下 进去看一下 进去看一下 哇 这里要重新搞一下 真的大 哇塞 这太大了吧 这里要重新搞一下卫生 对 现在 拓最后一个拓展 就是我们的上下铺的拓展 把它拓出来 非常方便 有个手摇的一摇就出来了 哎呦这个这么轻松 哎 这样 呦 哇出来了 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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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了出来了 哇塞 哇塞 现在这个是套房了 很大的 嗯 像大别墅一样的 还有多少 还有枣子呢 你要全部拓出去吗 嗯 哦 那全都出来了 找着呢 我把他拓 这边为什么没动啊 那边 我已经要抽擦一下 现在拓出去了 这里再打扫一下 哇 真的好大呀 你看 那边是个大床房 我和燕子这边的上下铺 然后这是小多的房间 小多房间真大哟 哇塞 这家广场一样的 这大 房车 这么好的房车 为什么没人要了 我真的是 疑惑呀 窗户都被砸了 燕子 然后把窗户就那个嘛 封窗户了嘛 把窗户封起来 天要黑了 把窗户封起来 然后下雨下不进来嘛 封了窗户 厉害 你看那边拖 还啪那个扯笑的 现在我们把那个窗户 量一下 用那个薄膜把它贴起来 人家量量的准吗 不要动 你不要动啊 你不要动啊 来来来来 来量一下 这个薄膜应该能管很长时间 燕子啊 它是双层的 对呀 双层刚好嘛 我们上校铺那边也要用了嘛 嗯 还在燕子手授 一贴 整整齐齐 可以了 可以了 好了朋友们 经过几个小时的折腾啊 然后把这个窗户呢 已经弄好了 然后拓展呢 已经拓展出去了 现在给大家看一下 卫生已经打扫好了 这个是小丁她们的房间 她们的大厂房 都弄干净了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床 上下铺的 因为我们是 因为93个房间嘛 然后我们就是抓纠结的呢 我们抓的是这个上下铺的 我们就睡这个上下铺 来 这边 那这里面真的 燕子睡上铺啊 你看 然后我呢 睡这个上铺 这里是卫生间 对 这里卫生间 这边呢是可以做饭的 然后这边的话是 那个小多他们的 地儿他们的 你看 哇 这好大 对 过出去的已经 对 它们就是没有床 但是没有床呢 它们的优势呢 大 对吧 对 真大 在里面吃饭 桌子啊 床啊 都可以 可以放里面 对对对 特别棒 真的 这应该捡到这么豪华的 一个房车号 真的 我们稍微改造一下 明天呢 我们今天又天晚了 对 明天我们还要去买 窗帘 是不是 对 明天就是买些什么东西 装饰一下啊 装饰一下 生活的用品啊 必须品 对 哇 真的太棒了 搞一下 好了 天也黑了啊 今天就搞到这里了 窗户已经全部封好了 非常棒 好了 就到这里吧 今天这个视频 谢谢大家支持